尽管有些太监坏到了极点 但太监行使的权力是皇权 而皇权神圣不可侵犯 任何官员胆敢得罪太监 就等于是冒犯皇上 太监帮皇帝夺回权力 那可是用命换来的 有功该赏 太监的势力发展迅猛 极为猖狂 以至朝政日非 民不聊生 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 黄金军大起义 黄金军的领袖 是冀州巨鹿军人张角 张角本是个不地秀才 以宗教领袖自居 四方授徒 师父治病 信众日多 各地百姓 为去拜见张教主 仅死在半路上的 就不计其数 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东汉皇帝的地盘 共计有十三个州 而张的教徒 则遍布清 幽 徐 记 京 阳 掩域 这东部的八个州 张角将他的教徒们 编程三十六方 大方万余人 小方六七千 各立取帅 称为将军 四方百姓 蜂拥而至 投过黄金 追随张角反叛者 达四五十万人之多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 还有两帝 张宝称帝公将军 张良称人公将军 黄金起义 声势浩大 打得各州 官府望风而迷 民间有人造反 皇帝就命令他的 旧官大将军 合进镇压起义军 由于朝廷的军队数量不够 不足于消灭庞大的起义军 大将军 合进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部署 一 启奏皇帝 火速降召 传圣旨给下面各州的地方官员 让他们自行招兵买马 各自被遇讨贼立功 二 朝廷里 派遣三位中狼将 卢职 皇府 松 朱俊 各引精兵 分三路 讨伐 镇压 朝廷的正规军队 与地方武装 两方合击起义军在合进对张角的这场博弈中 张角是占优势的就是人多 除此之外 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优势 而且作为领导人的张角 在布局阶段存在明显的漏洞 第一 暗中送钱 结交太监封须为内营 第二 造反之前 派弟子唐州去给太监报信 这里面存在至少如下变数 第一个变数 唐州可能去报信 也可能去告密 两个选择各占百分之五十 第二个变数 太监有可能支持 也可能不支持 两个选择各占百分之五十 这件事要成功 先要唐州 选择不告密 太监接到信后 再选择支持 因此成功的概率最多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一是失算 这还只是从一般情况下估算的 如果再从利弊得失的角度深入分析 成功的概率几乎快要接近零了 其一张角送金钱给太监 如果只是为了传教 应该是有效的 太监收到钱后 帮他这个忙只是举手之劳 如果是为了造反 那就很难说了 皇帝一倒台 太监也没权了 就算张角打赢了 当了皇帝 他太监还是个太监 最好的结果 只是和原先持平 费一烫力和不费力的收益 几乎是一样的 差别不大 并且不费力的收益是确定的 太监选择支持张角 不仅对自己无力 而且还要承担巨大风险 这就亏大了 因此太监选择不支持 张角的可能性只会更大 其二张角派弟子唐州去报信 唐州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唐州的行为选择 多数也会和人群的共性一致 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怎样收益最大 便会怎样做 被派去送信的人 低位一般都不会高 如果唐州完成了送信的工作 估计最多也就是几句表扬 几两银子而已 没什么转头 而唐州出卖张角 向官府报案 则有可能瞬间获大力 或许还有官作 因此唐州选择告密的可能性 只会更大 结果唐州一出门 就向朝廷告了密 导致张角发动起义的 全盘计划被打乱 把个发了大财的太监公公 也给害死了 不局失算 不一定结局失败 但一定会导致终局困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